这是一条线 上面有三个圈 要你在圈里填上合适的数 让他们的和等于10 你能填哪些数呢 可以填118 或者127 或者136 等等等等 好多呀 如果里面已经填好了一个数6 那剩下俩能咋填呢 显然他俩的和应该是10-6得4 因此只有13-22-31 三种填法 哇一下子少了好多呀 如果再多填好一个数 1 那左边的数就只能填3了 通过这三个例子你会发现 随着已知数增多 需要讨论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少 而可能性越少越简单 所以从已知数多的地方入手 比较简单 比如这道题 要求你在圆圈里填上合适的数 指三角形每条边上的三个数相加 和都等于10 你该咋填呢 你会发现左右两边都有两数未知 每举起来比较麻烦 而最下面这条线只有一个数未知 可能性唯一 就是10-2-3得5 这样一来 左边也就只有一个数未知 算一算就是10-5-4得1 最后右边的线同样计算 就是10-1-3得6 以上问题 每条线的和是已知的 但某些问题和就非常隐藏 比如这道九宫格的题 它要求你在方格里填上合适的数 使得每行每列 以及两条对角线上的三个数相加 和都相等 那你该怎么填呢 题目只告诉你和相等 但没有告诉你是几 所以得先求出和了 不难发现这条对角线的三个数都告诉你了 那这个和就等于2加5加8 算算得15 接下来就跟刚才一样了 先看第一列 上面的数应该是15-3-8等于4 再看第一行 中间的数就应该是15-4-2等于9 再看第二列 下面的数应该是15-9-5等于1 再看第三行 右边的数就应该是15-8-1等于6 最后看第三列 中间的数就应该是15-2-6等于7 这下所有的方框就都填出来了 以上就是填数游戏的方法 当线比较多时得从数多的直线入手 因为这样答案是唯一确定的 当题目没有直接跟你合适 你先得求出和才行 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如果会了就赶快去动手试试吧